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政治人群一样管钱 不知道你留意过一个数据没有 在美国最近的100年时间里 福布斯排名前400的富豪 第三代还在榜单里的 只有50个人 也就是说 只有12.5%的人富过三代了 而这里边有205个家庭 财富缩水比较严重 占比超过了50%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离婚和多次离婚 所以在家庭财富传承这件事情上 中美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美国人也经常富不过三代 而且美国人富不过三代的原因 跟中国很多地方是相像的 就是在传承过程中 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财富被分割 其实高净值家庭的结构变化风险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一辈人的 自己的家庭发生变故 导致财富分割 另一方面是下一代的 自己的继承人们 他们的家庭变故 影响家族的财富传承 下面我们一代一代地说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辈的问题 如何避免家庭关系变故 影响财富 我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提前预防 你要知道 家庭和睦才是最好的投资 夫妻关系好 家庭结构稳定 就是对家族财富最好的保护 比什么投资工具都要现实 都要高效 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讲 一个家庭如果发生后方危机 产生了财产风险 不但个人资产会受损 甚至会导致企业受到波及 土豆网创始人王威和他前妻杨雷之间的离婚纠纷 对他们上市的影响就最为典型 12年的11月9号 土豆网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纳斯达克上市的申请 第二天 杨雷就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提出来要分割离婚财产 要求对相关的土豆网 境内公司的股权进行财产保全 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都知道 因为土豆网部分股权面临法律强制划转 上市申请就被驳回了 最终土豆网反而被优酷给收购了 那么 怎么防止家庭关系变故 可能导致的风险呢 通常夫妻双方协商签订婚内财产协议 这个是最有效的 应对不确定性财产风险的方式 婚内财产协议的形式 可以是在婚后购置财产的时候 一方自愿放弃所有权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避免突发事故 或者一方突然死亡的情况下 造成财产处置不清 从而产生纠纷 虽然比不上家族信托 能够对财产进行完全隔离 但是也是一种 应对不确定性的非常好的方式 婚内财产协议 在应对债务问题上 也有一定的帮助 避免配偶的个人财产 也被债权人追索 但有一个前提 是协议的签订 必须是在债务发生之前 避免恶意转移资产的嫌疑 那说完了这一辈的问题 我们来聊一聊下一辈 下一辈的家庭结构风险 其实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子女的婚姻风险 怎么讲呢 这一辈人自己家庭和睦 但也很难确保 下一辈子女家庭也和睦 尤其是现在 年轻人结婚很冲动 离婚更冲动 所以高进的人群 更担心自己的子女 因为离婚导致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 是家庭内部成员的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 多子女家庭 在我经手过的 很多私人财富管理的案例中 其中就出现过不少 父母为几个孩子 分别规划财产 以避免出现分家风险的案例 比如说 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把股份和公司给了老大 把所有的现金给了老二 所以家族 就是要对子女的财富单独规划 而不是简单的评分 这样就可以保证 两个人互相不干预 不影响 以上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也比较普遍 就是同父一母 或同母一父的子女之间的矛盾 他们因为年龄差异 性别差异 或者是因为非同胞兄弟姐妹 甚至还有非婚生子女的情况 都会影响家庭结构的稳定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导致这两种风险的主要原因 就是财产的归属不明确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归属不明确呢 通常是长辈们习惯以赠予的方式 来表达对下一代的爱 但是你要知道 只要是赠予 它就有隐患啊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很多赠予的行为 都发生在口头上 或者私下场合 最后这些赠予 都会在事后变成争议财产 所以大额的赠予 公证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个隐患 是家长给孩子买的婚前房产 孩子结婚以后 把房子卖了再买新房 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一旦二人发生婚变 这个资产是要被分割的 第三个呢 是父母对孩子的现金赠予 也要确保婚前婚后的账户分离 我们有时候给孩子的嫁妆 可能是一张存了钱的储蓄卡 这个是婚前财产 但是如果子女在婚后呢 网站卡里存了钱 那对不起 这笔钱就变成了婚内资产 这意味着跟婚前财产是混同的 就变成了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 第四个 是父母在子女的婚后赠予 法律上会优先推定是 赠予小夫妻俩的 如果父母的意愿 是单独赠予自己的孩子 那也是需要到公证处 做单独赠予的公证的 最后 如果你的孩子是外籍人士 还有一个问题你要关注 很多国家是有遗产税的 为了防止大规模赠予 逃避遗产税 这些国家会同时设置赠予税 赠予税作为惩罚条款 它会设定一个额度 在合理额度以内是免税的 但是超过这个额度 税率就要比遗产税还高 我还要提醒你 有些问题 即使是公证也避免不了风险 比如说股票和房产 因为婚前财产公证 对于一些现金资产 或者说是一些固定收益类资产 还好 受法律保护 可以明确归属权 但是不要忘了 有一部分资产是有增值部分的 婚前公证 保护的价值 是婚前财产的当时价值 比如说房产 在你签署公证的时间点 你的房产价格是受到保护的 但是婚后增值的部分 两个人是要分的 如果结婚的时候 一只股票值10块钱 离婚的时候涨到30块 对不起 那20块钱增值的部分 两个人是要平分的 所以 现在大部分高进的人士 不再继续采用赠予的形式 而是会进入一些工具 比如说法律架构 信托架构 或者保单 进行管理 我们这里讲管理 指的是生前资产 遗产呢 我们不在这一章讨论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这里给你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比如说 我们想给女儿 一定金额的嫁妆 我们不一定要给房子的 也不一定要给股票 或者证券 我们可以通过投保保险 并指定子女为受益人 这样就有效地 规避了子女的婚变风险 不过保险虽然可以分离 所有权 支配权和受益权 但是在受益的形式上 灵活性比较差 基本上只能设置 到期返还现金 在时间和金额上 进行设计 并不能够根据 个性化的需求 来决定给付条件 所以第二种方法就是 还可以选择 配置保险金信托 在保险的基础上 实现信托的部分功能 比如求学 结婚 生子等正向行为的激励 还能避免受益人的监护人 挪用保险金 同时可以增加 或变更受益人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设置家庭信托 将资产交给信托机构 进行专业化管理 按自己的意愿明确信托受益人 包括分配的时点 劳件 以及分配的频率 全全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还可以灵活调整变更 家族信托 可以实现资产 不以子女的名义持有 不计入子女的婚礼财产 同时呢 离婚时 就不需要分割了 仅供本群学习参考之用 微信 COC 3699 当然 不管哪一个家庭 我们都可以考虑 以签订婚前协议的方式 明确扶起双方各自财产 和债务的范围 以及权力归属等问题 避免个人资产 和婚后共同财产的混同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给你介绍了 高精致人群 会利用哪些工具 来控制家庭关系变故 导致着财产分割 这一辈人 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才是铁律 家庭和睦 就是最好的投资 那下一辈人呢 就是在给子女 充分自由的前提下 利用金融工具 帮他们管理未来 如何管理呢 我给你讲了三种方式 分别是 第一 是以投保保险 并指定子女 为受益人的方式 来规避 下一辈的婚变风险 第二 选择配置保险金信托 在保险的基础上 规范下一辈的行为 第三 设立家族信托 让专业的人 更专业的管理 下一辈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 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高精致人群 那么有钱了 还需要购买 高额的商业保险